阿弥陀佛 老天爷很看重你 这叫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所以考验会比较多 这些圣贤佛菩萨都是过来人 他会讲这句话 都是他的亲身体验 也是对我们的爱护 他这句话都是让我们先做好心理建设 所以我记得李秉兰老师有一段话 老人家说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这个也是在鼓舞我们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黄念祖老居士也说 每一个人修行都是要经过一番寒测骨 尤其我听他老人家说到 他在文革时期受到的苦 加在八个人身上 八个人都得死 我当时一听很震撼 因为他是大修行人 他不妄语 加在八个人 不是两三个人 八个人 他当时承受那个考验 所以因为我们这一生的目标是成佛 这一生就要成佛了 往生就不退做佛了 那我们五十节有很多的姻缘 业力 就好像说今天你要离开了 你的债主 他铁地要来 你先别走 你还欠我两千块钱 是吧 一听你要走了全来了 所以一般一发愿 考验就来了 成德也有这个感受 尤其考我们最难 放下的那个灶门 所以当我们面对 这个考验是觉得 真的是快成不了了 那就代表 因为我们这一生发的愿 大 所以考验必然 会大 而 我们要过关 最重要的 就是心 心念 我们 我们 假如 都去想那些事情 你会越想 弱的印象越深 我们要认识忘心 忘心是八四五十一心所 最最重要的是八四 第六四分别 第七四执着 第八四 落印象 所以我们修学的重点就是 转世成智 所以我们随时要提醒 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 老法师讲最多的是哪一句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执着 第七四 分别 第六四 所以若印象 我们就容易什么 一发现一件事 发生一件事 这几年的东西 全部浮出来了 都倒出来了 所以真的 都要在镜上 练 不要落印象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什么事 我们往正面的去看 就像金刚经说的 受此读诵此经 若为人倾见 你看经典也在告诉我们 我明明在学佛 在依照经典做 怎么会人家来 亲见 毁谤我 甚至是自己最轻的人 那佛接着说了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我们不了解 我们过去生做过什么 曾经有一场火灾 瞬间夺走 六十条人命 速度非常快 还有抱在怀里的婴孩 你说很多人说 这孩子有什么罪啊 可是罪 因果通三世啊 有些人呢 本来要去的 出篮有事 没去 有些人本来没事 突然被叫进去了 你说 假如不了解 因因果果啊 你说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的家人 不垂胸顿足啊 其中有一个人 一个女的 她去世了 结果她的男朋友 在另外一个城市 不是每天通电话 结果她女朋友已经死了 她不知道 晚上做梦 梦到她女朋友告诉她 说我已经死了 因为啊 我们这一群人 在前世啊 一起结活 抢劫 这一生 因缘汇聚了 一把火 果报现前 全部都走了 你看她男朋友还不知道 是她脱梦给她讲的 所以人 前世做什么 不了解啊 所以佛这句话 很重要啊 前若为人清贱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啊 已经是人清贱 故先是罪业 极为消灭啊 所以老法师很明白 这个真相啊 面对毁谤她的人 她给她立牌位啊 每一次讲经完 给她回向 我五死结那么多夜啊 他们抱着堕落的危险呢 来帮我消业障啊 我感恩他们啊 那假如金刚经的教诲 老人家的教导 我们能理解了 可能我们的心境啊 哎 就可以调 调整 哦 这个都有因因果果 他在帮我消业障啊 老法师还有一句 法语啊 我印象很深 咬紧牙关 此身 正无量寿 真的能忍过去啊 此身患得的是什么 无量光寿啊 直啊 再怎么忍 也没剩多少啦 最多二十年 还是多久 没有多久啦 反正我们也过了四五十 五六十个年头啦 其实也很快啊 值得啊 一切把无我 得成于忍 所以这个修忍路重要啊 好像有发给大家六忍 假如没有 我们在补发 黄念主老君是开示六忍 有利忍压下来 但压下来啊 治标不治本 他还会再冒起来 妄忍 不落应相 宰相度里能撑传 第三 观人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啊 黄念主老君是说 梦幻泡影 我们小时候 吹那个肥皂炮 他一下出去了 几秒钟 没了 人生就是这样啊 一切静缘也是这样啊 梦幻泡影 不要太计较 不要太挂碍 很快就过去了 而且这个观人啊 我们还懂得去看因因果果 有的是这一世的因果 有的是前世的因果 一般来讲啊 人 都有他的成长背景 还有大环境 谁不受影响 不大可能 所以为什么老法师说 不能怪任何人啊 你说 他太过分了 他父母没有教他 找他父母 一找他父母 我们也没学过啊 找他爷爷奶奶 找他爷爷奶奶 他爷爷奶奶也没学过 再找找不到了 都到坟里面的了 所以老法师特别 用啊 无量寿经的一段话 这也是老人家的寿道啊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啊 没人教他 不要责怪他 这是观人 再来凡人 凡人呢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下 人与人相处啊 我们一般呢 我们一般呢 比较容易记住 自己付出的 然后对方比较容易记住什么 我们错的 我那一天 刚好去一个农夫家里 他当地人 语言不通啊 我们同事把我翻译 那我想啊 他已经七十岁了 死生死大 所以我就跟他 讲轮回 然后我举很多例子 都是科学证明 记得前世的 他一听完呢 也不点头 可能是巧合 他也挺科技的 他说可能是巧合 所以你要改变 一个人的观念 不简单啊 我跟他聊啊聊啊 突然他也讲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我活到这个岁数了 怎么奇怪呢 我一想事情 都是想不好的 应该这个人生呢 也会有一些美好的了 可是一想就是不好的 其实他讲这个就代表 他也不愿意这样啊 可是他观察到 怎么自己是这个惯心 所以我们呢 惯心为要 这个火焰大师啊 这个净色名这四条 很受用啊 我们的心念 我们要更了解 做一些转变 老法师的教导 都是让我们转变心态 尤其啊 我们现在要把频率接上 因为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啊 就跟电视一样 电视啊 有五十个频道啊 他都是存在的 可是我们这个案件一按 对上哪一个频道 就接上去了 所以佛门说 身则决定身呢 就是他已经在那个 频道里面了 所以修得好的 像莲池大师 他看到好几次 极乐世界了 所以修净土的人 有一句很重要的教导 贤共尊修 谱贤大师之德 谱贤大师啊 礼敬诸佛 我们相信每个人 都有佛性 纵使他现在 有这些习气啊 我们不跟他对立 我们身怜悯心 给大家举个比喻啊 比方说这一个人呢 他家里啊 那个屋子底下呢 就是金矿 当然你们家也有金矿了 结果呢 他现在去做乞丐 可是你知道 他们家底下就是金矿 你会怎么做啊 我们不会看着他 继续做乞丐吧 赶快把他拉回家 不要去乞讨了 赶快开发 本有的金矿啊 因为我们自己 也是本有如来 智慧德相 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我们相信了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我们就礼敬了 他现在所有的行为啊 不要放 不要放心上 为什么 就跟人喝醉了 他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还没醒过来 没有修行 他哪知道不对啊 甚至于他会啊 认假为真 认真为假 可是我们反而更联系他 因为会造业啊 接着称赞如来 所以老法师说啊 普贤使人 只有赞叹 没有批评 毁谤 所以老法师说 夫妻相处 一句真言啊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告诉大家 好难啊 太难了 为什么 每天见面 每天在一起 时间那么多 每天又发生那么多事 那么多事 通通不放心里 不简单 所以孔子在中庸 讲了一句话 君子之端 照端于夫妇啊 看这个人 有没有君子之风啊 看他夫妻相处的怎么样 那一天有一个同修 他就说了 他也从事教学啊 他说他观察到啊 学生 有一些行为 他不会发火 有一些行为啊 他就控制不住 一定会发火 后来他发现呢 他会发火的那些点呢 都是他太太身上 也有这个缺点 我说你看 因为你把太太的缺点 印象落得太深了 所以你去看到别人 也这样的时候 你就火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六人里面呢 有一个习人 成德感觉 这个习人 跟善财同时 五十三餐 有同样的味道 习人是什么 所有的人是来成就我的 因为他们在提醒 我的内心啊 还有哪些烦恼啊 还没有降服啊 他现在提醒我们 好啊 可不要临终 出现啊 我们控制不住 那一辈子修行就 Game over了 就麻烦了 这是真的啊 台湾 高雄 有一个太太 跟她先生缘不好 离婚了 后来她学佛了 很精进啊 后来得癌症 你看人都有业啊 所以不能怨天尤人 念到啊 很殊胜 然后大家都来帮她助念 然后眼看着啊 就要往生极的世界了 这个佛友都来了 他也一直念 虽然癌症呢 拼命地念 结果她的妹妹啊 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诸位啊 真的 你们家假如有老人啊 拜托拜托啊 一定要把你的兄弟姐妹啊 都要提醒清楚啊 有可能最关键的时候啊 就是被自己的子女给 影响了 我们前不久才听到一个消息啊 老人家活到一百岁啊 也念佛啊 走了 结果被媳妇发现了 把她送医院 哎呀 阿弥陀佛啊 但是你不能怪这个媳妇啊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学佛的 儿女 第一责任人 父母离成垢 指导方成就啊 这句话有听进去了 要做很多功课啊 要赶快铺垫姻缘啊 不然临时出现了 手忙脚乱了 会坏事的 结果这个妹妹 感情用事了 这个 姐夫 前姐夫 让她来见最后一面吧 就把她找来了 结果她一进去 她那个病床 刚好正对门口啊 一看到 火上来了 讲了一句话 你去死 讲了就断气了 哇那嗔恨心会去哪 就缺最后一步了 就可以去做佛了 结果你看 搞成这样 那当然 当事人呢 来反思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学佛的人呢 随缘消旧业啊 任何人来给我们 哪怕是恶意相向啊 我们都心平气和 老法师说的 来讨债的 来抱怨的 这个随缘顺受啊 逆来顺受啊 这个账就结掉了 无债一身轻啊 所以实在讲啊 我们假如用佛法来看啊 事事是好事啊 哎 怎么是好事呢 人家恶意对你 就是把账给了啦 你不生气 这个账就 结掉了 哎 可是他还 继续对我不好啊 因为欠的比较多一点 我们还是要 深信因果啊 那假如是这个例子 那就要 提醒自己 心上不能有 放不下的东西 这样你才啊 十足的把握 我一定能往生 我这个世间还有 会让我生气的事 还会让我贪爱的事 我就是留恋说婆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哦 黄念主老居士讲到啊 义无需求 不需求想 义无比我违愿之想 舍离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我们不分别不执着 你做什么事 你哪怕煮个菜 给家里的人 通通是功德 结果黄念老说了 喜欢是留恋说婆 讨厌也是留恋说婆 因为喜欢跟讨厌 都是情职起作用 感情没有起作用 不会讨厌 不会喜欢 讨厌有时候是 我们希望的事 求不到 就会变化了 所以恨从哪里来 没有爱 很难发展成恨 所以我们都很生气 别人变性了 但是首先我们得先 做一个不变性的人 不然我们责备别人的点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 所以这个凡人 我得反思 这个事我有没有责任 我们习人 他在提醒我 我内心还有什么烦恼 没放下 他是在成就我的 是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普贤行 可以往生西方 善财同子的心态 可以当生成佛 我们法宝很多 我们一用上 这个挑战就可以过了 因为善财同子的心态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老师 只有一个人是学生 就是自己 比方说你遇到 一个亲戚朋友 你实在脾气快忍不住了 你转个念头 他提醒我 我脾气还很大 我感谢他的提醒 没有他提醒我发觉不了 这些我都要赶快放下 这个是习人 再来是慈忍 你很慈悲 其实慈悲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被贪嗔 控制住的时候 你会怜悯他 一个从来不发脾气的人 他看人家发脾气 他的反应就是 你别气了别气了 伤了你的身体 因为他知道 不发脾气的好处 他受用到了 老和尚常说 要有前后眼 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行为 就要看到他这个行为 会招赶来未来什么果报 有时候我们容易卡住 是卡住在哪 他怎么这样对我 可是假如我们是为他想 他以后果报会怎么样 不行 我得真正把佛法的书圣 表演给他看 把他转过来 他愿意学佛 不然他这一生 铁定要堕落到三恶道 他变成我一个真上员 我非得表演给他看不可 所以太张感恩篇说 正极化人 正极 自然可以感化他 所以真的 我们付出 他还批评我们 告诉大家 你的付出 功不堂倦 这个不能打混账 他批评 是他造的业 你付出了 是你修的因 可是假如因为我们付出了 最后我们发火了 所有的付出烧掉了 所以佛门有两句话说 一念称兴起 火烧功得灵 一念称兴起 百万帐门开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持续去感受 一花丸脾气 六神无主 一句经句也提不起来 接着后悔了 我怎么没忍住 因为我们都修行了吧 所以这个 真的 这个忍入不简单了 但是我们得修啊 不修 都烧掉了 不行啊 忍不住 那只能轮回了 忍得住 我就能做佛了 而且大家真的要相信 人知书性本善 有时候啊 亲人之间那个话 是鸡我们的 鸡匠法 大家听这个词 鸡匠法 你是匠啊 他在考你 看得起你 考你 所以说不定啊 林老师你 往生的时候啊 发现啊 原来我先生是 极乐世界派来的 派来成就我的 所以老法师说 娑婆世界 龙蛇混杂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身边 这个人不是佛菩萨 再来考你的 真的很有可能哦 因为我们这一生 要成就啊 铁定要有考验的 所以我们 不说别的 老法师啊 这么慈悲 为怀的 善知识 韩馆长考他三十年了 我们不能把修学 看得太容易啊 老法师 当时候在台上 讲经案 这个韩馆长 刚好跟出家人 有摩擦了 结果韩馆长 在讲台就 对着老法师说了 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 是这个样子 当场骂 信众都在哦 老法师直接从台上 下来 给他们磕头 对不起 是我没有好好教 那个学生当场啊 火气就下来了 老师都这么做了 那韩馆长 气也消了 走了 老人家接着上台 继续讲经 这不是一次哦 所以老法师 为什么每一年 三月份 多半感恩 法会 感张家大师的恩呢 感韩馆长 护士 他们的生日 都在那个时间点 老人家说 我有三个老师成就我 更重要 还有一个护法 磨我三十年 所以我们要立一个目标 这境界 动不了我们的心 哎呀 假如境界 动不了我们的心啊 你的Visa 就办好了 希望极乐世界的Visa 为什么 动不了你呢 那你又求生净土 那你绝对 没问题了 所以能不能往生 关键在哪 放得下 所以这个性为道源 功德母 我们相信真的人 知出性本善 所以真的当我们完全 接受别人 接受别人批评 那我们付出了 人家 你明明照顾他 他还说你照顾不好 你换另外一个角度 这种源 消业账最快 所以金刚精彩说 为人清贱 先是罪业 因多恶道 已经是人 清贱固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所以面对逆境 能够逆来顺受 这个人成佛的缘 成熟 所以难怪 林老师的脸比我缘多了 向游兴生 他忍下来 修了很大的福报 我这个功德 没几天就漏完了 好 所以家庭是道场 但是有一关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一开始讲练佛 念及见佛 成佛时 三计同时 无先后 因为我们一有 过去现在未来 你烦恼就止不住了 好吧 忍吧 到底要忍多久 你看这个念头一出来 你又生烦恼 安住当下 真的过关了 可能他就不考了 就像 这个 要出 少林寺的门 要先过 十八同能阵 所以这一关 你真的过了 他就退下了 他不考了 所以说不定 还没 这个缘还没结束 就是我们功夫 还没有练成 继续练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我这一生 交给佛菩萨了 我这一生 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我愿意依照 奉行 任何境缘 我随缘顺受 安住当下 不想过去 不想未来 专念 现前一句 所以过去 勿留志 未来 勿将影 其实处事 跟念佛 是一个道理 就是这一份心 念佛怎么得力 过去不要想 未来也不要想 做事 跟人相处 过去 不要记 当然恩德要记 过去的不好 别记 过去的恩德 你都记 脾气再坏的人 慢慢慢慢 就被你感动了 实实在在讲 人都有良心 他骂你 可能事后 他也不好意思 他忍不住 这样次数多了 你都不跟他计较 而且 他的好 你还常常挂嘴上 人的良心就出来了 他不好意思 但是前提是什么 你要相信 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个教育的 大根大本 老上说 这八句话 大根大本 第一句话 尤为重要 人之初 信本善 你看这个 人有善愿 佛菩萨都会加持 而且念佛的地方 都有佛光铸造 瘟疫 这个冠状病毒 都算瘟疫 瘟疫也有瘟疫神 在执行 所以在德语课本里面 有一个孝妇 这个例子 我们也很感动 她的婆婆 听信她小姑的禅言 把她赶出家门 她先生不在家 赶出去了 她也没有怨言 就回娘家去了 结果呢 她婆婆家里 就瘟疫 死了很多人 她的婆婆 跟小姑都得病了 那她因为 她回娘家嘛 没有事情 结果这个女子 要求 就跟她父母提出来 我一定要回去 照顾我婆婆 小姑 这个父母也声明大意 让她回去 哇 我们感觉到古人 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她做人的 道义 假如违背道义了 她觉得活着 更痛苦 她不怕死 她就去了 结果进去 伺候她的婆婆 照顾她的小姑 大家可以想而知 当她进门的时候 我想这个冤叶就化掉了 是吧 那帽子生命 我也想回来照顾她 结果就 外面就传来声音 那个瘟疫神说了 哇 这个孝父 头上几丈红光 我们 这个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 她那个震气 这个 很亮 我们佛光 应该 不输给这个 所以 印光祖师说 念佛的地方 不会有瘟疫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林老师 也证明了 在家里 都做回向 都念佛 没有问题的 而且 我们真的相信 佛菩萨 随时在我们身边 同体大悲 我们的努力 他们都看在眼里 他们会加持我们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而且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来看这一件事情 我们的子女 她未来人生 会不会遇到很多逆境厄园 会吧 I promise 不可能没有啦 我最近一直在练英文 因为我得考试 我得考雅师 快五十岁了 遇到了 因为老老上说 不能挑境界 虽然年纪大了 该学英文 还得学啦 因为一挑境界 就有分别执着了 都得在境界当中 锻炼 所以我们得表演出来 怎么忍入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学到了 他真的现在还不理解你 你继续做下去 孩子跟你 是联心的 他虽然现在受一点影响 但是你真诚地去做 他们铁定会感动 所以我们也听过很多啊 父亲不负责任 母亲 忍辱负重 最后这孩子都特别孝顺妈妈 所以人生不可能遇到的 都是好奇啊 我们哪怕目前的这个 棋局啊 不是很好走啊 可是我们每一步都走着 真情真义啊 无怨无悔啊 这一些行语啊 都会落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忍 因为我母亲啊 没有发过脾气 所以这个也是潜移默化 在教育我们 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 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 像我姐姐 人家讲话一大声啊 她就流眼泪了 她不是哭哦 她会流出来 她不知道怎么跟她回应了 所以成德很有信心 你的孩子啊 在你的这个言传身教啊 他忍辱会学得很好 也随起您的发心啊 真的是心大悲名有情啊 眼词便受罚眼 他没有这个机会学 他就不懂得 这些是做人做事啊 而且您也希望 这加拿大的下一代啊 都能学到啊 这个愚诸众生 示弱自己啊 我们人生的苦难啊 我们希望化为一种愿力 化悲愤为力量 化危机为转机 我们相信啊 金刚飞奸 愿力以罪奸 虚空飞大 兴亡为大 我们共发这个心呢 加拿大的一条龙会办得很殊胜 这个经验啊 这个经验呢 可以利益到全世界 只要有人做起来了 现在当父母的 当老师的 都挺不简单的啊 都很辛苦啊 都在寻寻觅觅 解决的方法 真做出来了 很多人会 很欢喜啊 愿意来 参学啊 好 我们 发了这个心啊 佛菩萨祖先呢 一定加持我们的 那今天 差不多了 就 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